狂龙之线的重点是对龙响女巫下药 任务结束后可以获得祷告跟她的骨灰 缺点是她被下药后 就不能再无限供应你古龙恩泽 如果第二轮游戏就建议不要对她下药 这样可以获得另外一组奖励 至于任务流程很简单 再通注坡中段跟挨共把对话聊完 然后穿过龙洞到龙响大祭坛对女巫下药 然后在尖刺山拿到挨共的勾纸 再去把贝勒杀掉就可以回去找挨共跟女巫灵奖品了 以上详细流程请参考时间目录881 通注坡这边绕过来这里有一个传点 然后路上会出发对话 还有任务下的缺人 重症 在闪 posts 在尾台中 所有体的缺氏 首先卡,卡! 啊 啊 啊 疲惧 啊 疲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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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惧疲惧 全 恐慌 有命 我未必有命 我快要拒絕 你的心 记住我的言之 你也会知道 疲惧 啊 啊 真棒 看起來真的好痛 做完伺服之後再跟他對話 那他發生什麼事了 再來從中段走到這邊會有一個入侵 然後這邊有個靈珠把它射下來 再來這邊是龍洞傳點的入口 蠻簡單的 打完古龍人之後往上看 那邊有個罐子 把這個罐子射下來 這樣就會撿到這個藥草販子的靈珠 再來順著光標走就會到龍洞入口了 進來龍洞之後往這個方向走 就會到BOSS的房間 先直接打死BOSS 就順著路一路往前走 然後左轉跳繞一下 這邊有個小洞跳進去 跳進去之後再往BOSS的方向走這個小洞洞 這邊有個提示 叫你展現無所畏懼的勇氣 就直接往下跳 這樣前面就是BOSS的房間了 蠻簡單的 就先喝靈藥吧 這一隻是完全沒有難度 打完 得到地獄龍打得 再來打開門 龍洞終點往右邊 這邊有一隻龍 你可以殺他 打好玩的 再來這邊有一個龍響大祭壇 先喝靈藥 招一下大哥 那他第一桶 啊太早 翻滾 欸 還好比較快 打好玩就是這樣 打很好玩 4級 我有 開火 打快 2 1 2 3 欸他怎麼飛到山上去了 我去被我燒到 好痛 超痛的 好很輕鬆就打死他了 這個DLC沒什麼難度 前面啦前期沒什麼難度 逆鱗肉塊 龍心上 再來就自己跑去傳點吧 然後白天的時候在龍響大祭壇跟這個巫女說話 Picture Yourself Feasting upon a dragon On the throbbing heart of it would be the purest the fullest saint and your consummation 我想吞下龍的力量 As it should now Seek the Jagu There you will find Baal Landbao Warrior Devourer I will grant you the strength In the name of my lord 這樣他會給你一個減傷的道具 再繼續跟他對話 問他關於貝勒 The time long path The foul traitor becoming a swarm As since that day Landbao warrior Seek communion Seal the euphor In a time left Sins long bound Seek Seal the 在來把時間調到晚上 晚上的時候這個女巫會犧牲自己的睡眠獻給古龍 My dear Lord The city sites Tonight Like every night My solace Is yours May it Ground you Sleep In your place Be all the time Sleep 那時候偷偷的把蜜藥塞到他嘴裡 你一周目如果這麼做了之後 二周目就不要再這麼做了 因為 最後的獎勵會不一樣 你一定要是玩兩輪遊戲才會得到他所有的東西 看到他在睡覺 那再調到晚上 他又起來了 他晚上不睡覺 他又起來了 他晚上不睡覺 I have broken my pledge I succumbed to the deep slumber That was meant for my lord It was a craven act Ova forgive me My lord I have fallen From grace I have fallen 這樣他就沒有效果了 他已經壞掉了 從龍翔大祭壇往上走 你如果這樣繞一下到山坡上有那個Igon的留言 那個不看也無所謂 然後這邊有一個靈魂氣流 跳上來就是傳點了 尖刺山的三角 就這樣很簡單的一個留言而已 再來到三角的右下 這邊有兩隻龍在打架 然後他們打架 吐火吐很兇 所以我用這個獵龍大刀 這一把的戰技的射程比較遠 再來 會領養 招大哥 然後我看一下應該是右邊的雪會比較少 完全看不清楚 看不到雪條 左邊的雪比較少 誰的雪比較少就沙水 嗯 超會跑的 你要小心 另外一隻龍從 對面噴火 那個牆害到 那個牆害到 我這樣就解決掉第1隻了 再來看第2隻戰牌 蓄力掏他 他好像失去目標 生氣了 開 去山下滾一下 好 這樣就解決掉這兩隻了 如果有一個人曾經曾經有一個大陸戰爭的戰爭 Egon... 可惡的Egon... 你不記得嗎? 拋棄你的經歷 你曾經在那裡 我懷疑你還在那裡 我懷疑你還在那裡 再來到這邊跟Igon對話 得到這個Igon的勾子 基本上這邊跑圖建議你都先做光標 1號光標這邊是一堆靈魂氣流 就一直跳跳跳跳到這邊 然後2號這邊是一個上坡的路段 上坡走到這裡有一個 這個幽影樹碎片 然後再繞到附近 就有一隻BOSS 先不要打他 看到BOSS之後走到5號光標的位置 然後一路直直走上來 這邊就是下一個赤幅 再來順便打一下路上這隻龍 那不打可能也沒關係吧 他就是擋在這邊太遠 跟他玩爽 跟他的雷超痛 不是 不是 他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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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不是 四角真的是被弄的 弄的看不到人 我觉得打龙的话 你四角躲在他龙头上 吃亏 哦,好帅哦 反正要飞起来就先躲一下 哦,他没有放大招 他飞起来喷火龙要超级重 应该出招 超级帅的 这边没有满血的话基本上很容易被秒 好,杀掉他了 得到古龙岩断造石跟古龙岩施射断造石 这一支算蛮赚的 从中段这边往左下走 这边做一个光标 然后顺着光标这样一路移动 搭那个灵魂气流 过来这边 这边有一个古龙岩施射断造石 剪完之后上来这边灵魂气流坐上来 就会到这个山顶了 我们BOSS的位置在山顶这边 那你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没有金色记号 你要先死掉一次 这边才会有那个金色记号 然后小心 跟他关在墙角你就死定了 先等仇恨被转 好,他要吃了 被巫咬了 再来招大哥 诶? 还是打我 我打别人了 再来忘记喝零药 我们进场前就应该要喝零药 所以转一尾 虚力 再来虚力 小心他的动作 诶? 因为他那个会下拐 下拐子 看不清楚他的动作 小心 随便 地板炸了 感冒了 轰炸鸡 哦他要吃人 他没吃到 他没吃到 解讯 他要吃耳垃圾 没吃到 扩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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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超低压 這邊基本上 只要NPC還在 要過應該也不會太難 應該吧 欸 他怎麼會轉彎 哇還爆炸了 有夠快 再來跟他拚了 他連王 躺一下 欸我不要 翻滾 翻滾 火掉了 嚇死我 還好不是吃我 欸大哥補到最後一刀 欸沒有死喔 嚇我一下 得到這個貝勒的心臟 這個龍騎士 他不是斷腿了嗎 他穿短褲的龍騎士 當然先 前面有一個傳點 那這邊來看一下剛才掉的東西 貝勒的心臟 你可以拿去那個大祭壇那邊換 換禱告 然後這一場用的靈藥是這個 永濾結晶露滴跟這個珍珠印露滴 一周目 這邊是一周目 所以隨便 那我這邊是用獵龍大刀 因為我要獅子斬真的是砍不到人 他太遠了 所以我換獵龍大刀 再來指紋 石盾 天火聖 衣服隨便穿 亞歷三大碎片 還有葛弗雷的肖像 強化蓄力 然後這兩個就隨便吧 再來角色面板就這樣子 再來回到三角這邊 跟埃貢 跟埃貢 埃貢 埃貢 撿他的屍體 埃貢的大公 埃貢的靈珠 然後在夜晚的時候 在龍祥大教堂找這個巫女 這樣得到這個 桑克斯的龍蕾 再來跟他坦白 跟他坦白 你會陷入沉睡是我造成的 他真是個 帶領他一起前進 這樣就收到一個妹子 收到他的骨盃 再來這邊有那個祭壇 你可以用貝勒的那個心臟 來交換這些東西 然後順便看一下他的骨灰 骨灰是這個 他的祷告是這個 他就這樣子囉 掰掰 如果你打王有困難的話 生活治理有困難 這邊用患者勾藥 勾勾勾 這邊有金色印記 找一個玩家來幫忙 他是法師喔 應該很厲害吧 就來看一看吧 打個招呼 Go Go 上路 再來我喝一下靈藥再進去 好 看他也準備好了 上 翻滾 他的招是用翻滾比較好 翻滾 因為你用盾的話很容易錯位 翻滾 帥氣的魔法 好久不見了 這一局有法爺幫忙的話 應該是輕鬆的可以過關了 他把仇恨拉回 趕快拉回來 他正在辛苦的逃命 他好坦喔 好再來 我被尻到了 好閃電 翻滾 好補一下血 噢法爺快死了 不行不行不行 用盡我生命的力量 哇糟糕 好可怕 哇 接下來我就不知道了 雙手拿盾好了 感覺害怕 好可怕 唉 翻滾 唉 翻滾 唉 唉 翻滾 唉 又來了 唉 又來了 爹地的傢伙 現在連續來兩下 對付這種 這種壞人我就是沒辦法 唉 好可怕 不能讓法爺死掉 不能讓法爺死掉 過關就靠他的 看我輸出像抓癢 哼哼 好險耶 哇 這隻好可怕 差點往生 法爺死掉了 啊 完蛋了 他 怎麼會打這麼多下 呵呵呵 殘念